首相安华公布的内阁阵容的确瘦身 从伊斯迈执政时期的32个人缩减到28个人 新门拿下15个部长 而国阵则是有6指在手 但这份名单并没有办法让全民买单 主要被诟病的就有3点 第一 不同主席阿摩扎西受委为副首相兼乡区及区域发展部长 近学们早前就发起了联署行动 要求不要让有官司在身的政党领袖入阁 当中就包括阿摩扎西 行动党的主席林冠英 巫统沙发州主席邦莫达 以及穆达主席赛沙迪 如今就扎西进入内阁 对于这位为副首相扎西表示 这不是战利品 而是沉重的责任 他相信团结政府将可以应对各种的挑战 前提是各方必须停止挑衅 不过国门主席慕尤丁就批评安华 委任盗贼统治者入阁 同时形容这是史上最令人失望的内阁 在他看来安华为了当首相 已经典荡了国家的尊严 林边乡 祖国斗志党的总裁穆克里认为 尽管他不同意扎西被委为副首相 但他相信 如果国阵站在国门这一边 穆尤丁也会这样做 因为这就是盗贼统治者的力量 在网络上针对扎西的讨论一直持续展开 不只是扎西字眼登上了大马推特热搜榜 另一个登上热搜的内阁人物 就是前财政部长东姑赛弗鲁了 虽然他在大选当中败给了诚信党的祖籍菲利 但最终通过受委为上议员的方式 出任冒功部长 前首相敦马哈迪的新闻秘书艾当 就替祖籍菲利这位前卫生部长感到可怜 虽然在刮血获胜 但结果是落败的塞夫鲁成为部长 以上两位被诟病的原物都是国胜原事 接下来被批评的 则是身兼首相和财长职的西蒙主席安华 近选门的主席范平通表示 安华手握首相和财长职令人失望 因为这延续了前首相敦马哈迪 所开启的不良做法 他直言 不可能找不到有足够能力的人来担任财长 那么说到这里 其实还不能完全反映出 大家对于内阁阵容的不满 像是公正党的前副主席蔡天强就担心 八位公正党部长当中 大多数的人都是第一次当部长 里头就安华和赛弗丁有相关的经验 另外新盟的前国会员卡斯杜利和查尔斯 也为新内阁当中缺少印议代表感到惊讶 当中就有行动党的西华古马担任任资部长 与此同时 沙巴国阵主席方默达也质问 为什么没有沙巴国阵的国会议员进入内阁 无论如何 内阁名单已经出炉了 各位网民应该都有不同的想法 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们理性交流 都尊重 συ funny 因为你喜欢的这号声 是因为根据到了 您 founder担心